好久沒有到我們的零食推薦環節了 最近我又發現了一些我很喜歡吃的零食 也是因為這些零食我最近胖了五斤 對 一個人在家總是特別的無聊 就是一直很想吃東西 然後今天這支視頻的東西會有點多 所以我們就一家一開始看吧 韓國的芝士球 它有兩個口味的 我這個是切達芝士味的 然後他們家還有一個BBQ味的 這罐是新的 因為我前陣子已經吃完一整罐了 長這樣 它就是很像我們小時候吃的那個 五毛錢一包的麥香雞的那種口感 而且很脆 但它是芝士味 然後它芝士味很濃 鹹香鹹香的 這我覺得挺好吃的 不會讓你覺得說它有多經驗 可是你就會一直停不下來 停不下來 然後就每天爆這一罐然後就開始看電視劇 然後就開始看電視劇 像這樣 看到了嗎 就你會一直停不下來 停不下來就吃它 然後它的芝士會有點鹹鹹的 所以吃多的話你會覺得有點口感 你會想喝水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麼一大罐有點貴 好像我是在網上買的 然後 30幾還40幾 天蠻超市有的嗎 你們直接搜索知識球就有了 它那個口感就很像那種 像我們那個路上街邊那個 爆米花 你懂嗎 就是那種一根根 就是那個 我們老式的那種爆米花一長條的那種 然後這樣 米花 類似米花這種口感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它就是一根那種 它在外面沾滿了芝士球 這個是屬於越吃越好吃型的 喜歡芝士的一定要去一下 它就那種鹹香鹹香型的 好嗎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果酒 很久沒有喝酒了 這個果酒真的是我一喝 我就覺得說 哇 好好喝 因為我最近有收到蠻多果酒品牌的 這個牌子的酒 喝上去的果味非常非常的濃 像蹲蹲土打小瓶的 然後就非常可愛有沒有 總共有四個口味的 一個是荔枝玫瑰 白桃烏龍的金橘百香 然後還有一個是哈蜜瓜的 四瓶果酒的酒精含量呢 全部都是8% 比較適合少女喝的酒 荔枝味的甜甜的味道 你不會覺得酒特別的刺 它這瓶荔枝玫瑰的玫瑰呢 是用玫瑰是像平硬的重瓣玫瑰 然後荔枝呢是廣東的糯米絲荔枝 就是它的用料都是非常講究的 它每一瓶含有30%的果汁 夏天喝真的非常的爽 白桃烏龍呢 是我四瓶梨比較喜歡的 它那個白桃跟那個茶香味非常的讚 來先入口就是白桃的味道 香氣附上來 然後你喝下去之後呢 你就會感覺到它那個烏龍茶香 不過他們家的酒都偏甜 金橘百香呢 是我四瓶梨最喜歡的 因為它真的 酸酸甜甜 就很像我之前喝陶樂他們家的那個鹽釉 金橘非常的濃 它是用海南的小金橘 因為它的金橘是比較濃 酒的口感來說的話呢 會稍微淡一點 所以就這瓶真的就很適合 想喝酒 但是又受不了酒味的人 哈蜜瓜茉莉酒 像這樣 哈蜜瓜味道超重 淡淡的茉莉茶香 它這個用的是屠蘆番的哈蜜瓜 屠蘆番的哈蜜瓜都比較甜 這四瓶就是你喝上去呢 它明明白白寫的是什麼呢 它就是什麼 因為我有喝過其他那種果酒 然後有些果酒呢 它一喝就是感覺很廉價的濃縮果這樣去做 就口感來說就沒有很清爽 比較喜歡一點就是說 它這瓶小巧可愛 因為有時候我之前喝那種果酒 都是比較大瓶的嘛 有時候你喝不完放冰箱可能就會忘記 它這種小瓶的就很適合姊妹啊 或是和朋友情侶之間 就是小酌一下 然後一瓶就搞定那種 眾人什麼的都非常有面子 然後這四瓶其實我都還蠻喜歡的 如果要他特別喜歡的話 就是這個白桃如蓉跟這個金橘 單隻的話一隻是69塊錢 然後它買第二件是半價 而且還會送小杯子 也有四隻一起買的套裝 然後我個人覺得套裝比較划算 折合下來的話一隻才三十幾塊錢 這呢就是我們的老朋友好賣多的麥片 這次又囤貨 但是除了他們家的麥片以外呢 還有他們家的一些零食 這個餅我真的超愛吃的 他們家的麥片一直都在更新換代 自從上次吃了他們家那個膠原蛋白麥片之後呢 這次囤貨的話 第一個想到就是這個桂花味的 因為它的桂花味真的非常的香 而且它有個重點就是膠原蛋白 它的蛋白就比較高 滿滿的酸奶塊跟玉米片 還有水果乾 這個我真的說了好幾次了 用料非常的豐富 有十幾種大塊的酸奶塊 非常的飽富 選它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每100克有12克的蛋白質 是牛奶的三倍 三四倍吧應該 就是比普通的陳燕麥要高很多 吃東西肯定要看營養素 然後裡面還有椰子片什麼的 水果乾 然後我平時吃它就是拿來泡牛奶 就非常脆非常好吃 適合你代餐或是減肥的時候 拿來泡牛奶就非常的方便 然後非常的飽富 當然那有些人會說這種酸奶熱量會很高 怎麼適合拿來當減肥呢 的確 如果你一下子把這一整蛋吃下去 你覺得就會胖呢 但是你要注意它的量啊 像我一次我每次都是泡30克或35克左右 就是一頓非常簡單非常方便的代餐 這種就是非常適合懶人 而且它飲料也完全夠 真的好吃 他們家麥片每一個都非常的脆 然後呢還有他們家我通常吃的零食 就是這個直屬燕麥餅乾 這個餅乾我之前也吃過 就是屬於回購類型的 很少雜糧餅乾 吃我像它一樣非常的酥脆 像這樣 很鬆很脆 鰻肉口是那種雜糧的味道 非常的香 然後還有花香的味道 然後它裡面還有其他餅 它是酥性的餅乾 當然它比不上那種 就是純燕麥那種乾別別的雜糧餅乾 但是它比那種小麥餅乾的營養價值要高很多 如果同樣是吃餅乾的話呢 如果你想要更健康一點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不錯的選擇 就是每100克含有7.3克的膳食纖維 然後還有這個淮山藥脆片 這我放很久 因為藥就是繞早就把它吃掉了 像這樣 它這個山藥脆片有非常多的口味 然後我這個是番茄的牛腩味的 這我覺得每個口味都差不多 都挺好吃的 就是類似鍋巴的小零食 也是讓你看電視看綜藝停不下來追劇用的 然後推薦那麼多次也是有福利的 所以大家可以評論區置頂看一下好嗎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這個百邦的豆乳微化 這豆乳微化真的好吃 它是那種口味淡淡的微化餅 可能我非常愛豆乳吧 長這樣 也是挺不下來類型的 好好吃喔 它不是那種很甜的微化餅 然後你一直攪一直攪 那個豆香就會飄出來 這我是那種一天吃一袋那種 這好好吃 但是網上有很多類似的 好有什麼 一個國產品牌吧 叫什麼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多類似的 你們可以搜豆乳微化 但是我覺得這個牌子比較好吃 好好吃喔 然後它很貼心啊 一袋呢 就標示你有多少卡路里 就是 對 讓你知道你吃進去有多少 非常的酥脆 你們去買好嗎 因為它不甜它也不膩 就是淡淡的豆香 這個百方他們家還有很多其他種零食 也挺好吃的 這我真的是吃完一袋的時候 就下樓去超市再買一袋那種 然後接下來呢 是個餅子 一個手工的餅子 是紫薯芋泥餅 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在糾結要不要拿出來給你們 因為我覺得它沒有那麼那麼的好吃 好吃到值得推薦給你們 但是我卻每天晚上一直忍不住的出來 拿這個吃 它就是喜歡吃紫薯和芋泥的同志們 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很喜歡吃這種 樸實無華的餡餅類的東西 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其實還不錯 它就是長這樣 然後你們看 紫薯跟芋泥 吃進去就是紫薯跟芋泥的味道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不喜歡吃紫薯的人 因為我覺得它難吃 因為之前減肥的時候吃到頭了吧 我真的不想在吃紫薯 但是它這個紫薯我能接受 可能是因為我喜歡吃糕點吧 就是早餐的時候你拿兩個來吃就頂了 非常頂餓非常頂爆 因為它這個比較樸實無華 然後也沒有那麼甜 也沒有那麼油 相對於其他一些 比如說我之前吃的那個芋頭酥什麼之類的那種 或是月餅 我最近真的非常喜歡吃月餅 之類這種東西呢 它會相對要稍微 健康一點 低卡路里一點 它一個餅吃下去的話呢 也比較飽附 至於甜度來說的話 我買了兩家的 我都覺得差不多甜度 不過它的保質器有點短喔 它保質器只有15天 因為它是手工做的 然後它的包裝也非常的簡陋 我還買的是獨立包裝 有些是沒有獨立包裝的 我買了兩家的店鋪 都是銷量比較高的 可能都是同一個工廠出來的吧 我打在屏幕上面 我覺得這兩家基本都一樣 所以你們就可以看哪家爽 買哪一家好嗎 喜歡吃餡餅的可以試一下 好啦以上就是我這期零食分享的全部內容啦 希望大家離興中潮買自己喜歡的 買自己感興趣的喔 好啦那我們下期Vlog再見 掰掰